如地而外的戲人 就是我的臉埋住 他的胸部 會感覺到 養氣不夠了 反骨孫生蟹情緒 手摸那裡吧 聽酸民說這句 全網都印了 但是我們很常在創作 低潮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多看這些胸部 眉胸 眉靠 才可以獲得更多的 神秘力量 那個應該要很懂吧 因為你算是這個宅男代表 好 我最喜歡的就是 要又大又圓 很爽 今天下面都沒提及的朋友 你知道總共講在玩 這樣說好嗎 今天第一季 對啊 好不好 孫生今天來上頒獎嘉賓 你覺得過門太久很刺激 整個精神都來 我今天考到汽車駕照了 就在早上 你們讓我很有精神 感謝JK部女郎 那你們對於女生的 這個審美的標準 審美 我覺得 做一個善良人 比什麼都重要 好 不關槍了 我覺得性感是必須的 因為我覺得 性感就是一門藝術 腿 腿 我喜歡腿 對 腿控 那種手啊 馬里巴 那種腿 我是先看眼睛 就是 他沒在看我的時候 我再看他全部這樣 我的作法 憲哥講過了 等一會沒等 直接到場 行事風格大膽前衛的 反骨男孩 聊到蔡阿嘎被襲擊 也相當擔心 因為其實比較怕的是模仿效應 因為我們其實滿擔心 因為我們工作室平常 在影片中也是都 沒有在避諱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所有藝人朋友 要更加的注意自身安全 關心什麼阿嘎 FB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看紅狗 你看 他 他還沒回 因為我們那是群 很多YouTuber的群組 阿嘎是想要跟他這邊想要 就是不太一樣的人 阿嘎他非常的照顧後輩 然後他台上台下都非常的有禮貌 一致 然後 對就是一致 他非常會做人 就是 YouTube界的立場活的概念 當總統這麼說的話 有沒有曾經那種 不小心得罪到身裏 然後被歸斥的那種事情 我們兩個好像滿常發生 我講個我上次發生的事情 這大家可以拿出來討論 有一個粉絲跟我拍照 就要把口罩拿掉 然後我就聽他的話 把口罩拿掉 然後接下來遇到另一個粉絲 他說你今天出席這個活動 在TICC你為什麼身為公眾人物 不戴口罩呢 那你不覺得當 就是公眾人物很可憐嗎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對啊 我這樣也是莫名其妙被冤枉 我現在要拿出口罩來戴這樣 對 口罩咧 這什麼臨時爆火腳 不知道什麼樣子的酸民 有也是酸到你們覺得要爆死 有一個我有印象 我到現在都輾轉難免 好可怕 但我也挺過來了 說什麼孫生好像劉德華 這個真的是 我也遇到 就是說酷炫好像劉儀 我覺得都不可取 對對對